2月12日,浙江省支援湖北金门医疗队出征仪式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医夫医院召开。 接到省理支援金门的任务后,少医夫医院依托牵头建设的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优势, 用不到24小时的时间迅速组织了一支拥有37位优秀骨干的专家团队。 其中就有不少的90后医生和护士,被医疗的队长刘立明亲切称为小朋友们。 此外,队长刘立明还用心手写了一段话交到他们的手中,刘立明也在现场念了其中的内容。 这么多小朋友逆行到抗疫第一线,作为大叔,我有一万个理由陪着你们。 我们在一起努力完成任务,安全回家,加油队员,加油警门,加油政府。 90年出生的医院感染管理科魏小霞便是其中一员, 家中还有个两岁宝宝的她在接到任务电话的十分钟内便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并收拾行装与家人告别,于12日一早踏上征途。 她表示自己还有点紧张,但仍是决定前去支援,并连夜剪了头发。 也非常感谢家人的支持。 还是有点紧张的,这个头发我们应该是,因为你长头发的话,戴帽子啊什么的,可能不太方便。 如果剪短的话,到那边会更方便一点,更安全一点。 我就说我要去湖北了,然后我爸说,好啊,那就去吧。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是最直接的支持。 魏小霞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才表示了自己的担心, 更多的却还是对女儿工作,对国家的支持。 魏小霞的丈夫也表示自己早有预感, 但这是妻子的工作和责任, 他只希望妻子在金门要保护好自己。 有点担心,也很高兴。 他们出去也是为国家做的一件义务工作, 我反而也是很支持他去的。 其实他告诉我之前,我就觉得他有可能就要去那边了, 因为为什么,他就是在医院里面做这个工作的。 因为前面新闻上报道说已经去了一万多人了, 然后我觉得后面如果国家继续有需要的话, 他去也是正常的,也是在我的预料之中的。 这个时候,反正我个人觉得既然是做这个工作了, 现在去支援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他的责任。 我想说的主要是还是在那边要保护好自己, 然后遇到事情要冷静,要成熟。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